为了推广桃园地区的运动文化 桃园市陆续新建了运动场地 而最新完工的巴德区棒磊球场也正式启用 开心试用全新完工的桃园市巴德区棒磊球场 让当地居民又多了一个运动的好去处 面积有两公顷 那会是一个标准的球场 那我们完成后 除了推动棒磊球运动以外 我们也会增设这个瑞兴里的市民活动中心 以及一个生态池 那让这个公园更好用 3 2 1 大吉成功 奉向高杯 后资1400万把原本未开辟的学校用地 活化新建成为棒磊球场 除此之外 市府也积极推动巴德地区的各项建设 包括交通 公园和活动中心等 巴德的建设目前正在飞速成长 希望明年巴德人口满20万的时候 我们可以交出一个漂亮的建设成绩单 机场捷运通车带来的嘉诚校运 加上新完工的棒磊球场 以及成功取得108年全国运动会的主办权 桃园积极打造运动 行销 城市形象 三立新闻桃园综合报道